我手上拿着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X86处理器 来自AMD的Ryzen Threadripper 3990X 这颗处理器里面塞入了64个核心 128个线程 什么概念呢? 这是一颗8核16线程的处理器 这已经很高端了吧 绝大多数人的电脑还没到这个水平 而这颗3990X就相当于把8颗这样高端的处理器 塞进了同一块顶盖里面合为一体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世界上你能买到的最强的处理器到底有多快呢? 又能用来做些什么样的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测一下这颗TR3990X 我们的测试会分成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我们会做一些基准测试 看一看它的性能发挥如何 然后我们来抄一个屏 而这后半部分 我们就打算来干一些疯狂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 这期视频发布之后 我们还会在B站进行抽奖 送出三颗Ryzen 5 3500X和一大堆的京东易卡 到时候别忘了来转一下我们的抽奖动态 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开始吧! 相信各位早就已经对3990X这颗怪物有所耳闻了 它基于AMD的Zen 2架构 在英特尔的高端还止步于28核的时候 AMD就已经拿出了64核128线程的规格了 二级缓存高达32Mbps 三级缓存更是高达256Mbps 光是CPU里的缓存都够你装下一个完整的Win 98系统了 从内部结构上说 3990X基本上就是把这届TR的规格全开了 一共8组7nm CCD 每组8核心通过IF总线连接起来 中间是12nm的IO核心 总共包含了约395亿个晶体管 规模非常恐怖 不过3990X最高依然是支持4通道内存 PCIe 4.0的通道数量也依然是88条 相比服务器的APIC平台还是有所缩减的 当然了 3990X在频率上就比APIC奔放多了 虽然它的基础频率定的低 280W TDP下只提供了2.9GHz的机频 但开启PBO之后 可以加速到全核心3.8GHz以上 可以称得上是机频和加速频率 差距最大的一届了 这么前无古人的爆炸规格 带来的当然是极为恐怖的理论性能了 你看IW4的GP GPU测试 3990X的单精度浮点已经可以达到6TFLOPs以上了 就单单这一颗CPU的算力 甚至已经可以媲美2002年的一整个顶级超算系统了 说了这么多 到底在实际应用中它有多快呢? 我们也是搭了一套顶级的测试平台 包括来自影驰的星耀64G 3600内存套装 RTX2080Ti显卡 名人堂的2TB PCIe 4.0固态硬盘 ROG Z2E主板 以及安泰克1300W电源 为了压住这个怪物 散热器我们特意选择了安奈美的幻彩锐龙360规格 目前市面上最强的一体式水冷 系统也特意装上了Win10工作站板 并开启卓越性的模式 确保这颗处理器工作在最佳状态 我们这么好的对待这颗3990X 它当然也没有让我们失望了 尤其是在3D渲染里面 你看着Cinebench R15的测试 我风扇都没开始转 它居然已经渲染完了 你说这家伙过不过分啊? PBO下突破12000分的成绩 远远甩开了3970X的身影 Cinebench R20更是如此 看着密密麻麻的框框 这行云流水的渲染过程 哎呀 赏心悦目啊 你想想 10秒以内 我喝口水的功夫就能渲染出一张效果图 这作为乙方简直是要乐开花了 除了多核之外 我们也挑战了一下单核 用这个处理器跑单核测试 那可太煎熬了 你看这占用率 哎呀 简直是对它的侮辱啊 不过好在Zen 2架构本来就足够优秀了 即便是单核性能 3990X同样也不落后 多核秒了一众烦人的同时 单核也能看齐消费平台 同样的表现也出现在了Vray渲染器的测试中 尤其是开了PBO之后 3990X甚至已经实现了3970X翻倍的性能了 可以说这颗处理器 给到一些电影工作室特效工作室拿来做3D渲染 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这颗CPU最大的优势也就是3D渲染了 在其他的工作中 这64核的威力很难完全发挥出来 比如我们进行handbrake的转码测试 PBO下的3990X在1分28秒内完成了H.264的转码 虽然还是所有处理器里最快的那一个 但也仅仅比3970X快了3秒而已 如果我们进行H.265的转码 3990X甚至还会略逊于3960X 这多出来的两个CCD恐怕并不能在视频转码中带来增益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Adobe全家桶的内容创作中 你看着Photoshop作为一个只能吃到12核的软件 别说3990X了 就连3960X都完全喂不饱 AE的优化看起来也不行 16核的3950X已经性能顶天了 再往上加钱根本体现不出任何区别 到了Lightroom这里 同样也不需要3990X这么强的处理器 一颗3960X足以称霸全场了 Adobe系维一的例外是视频剪辑软件Premiere Pro 在PR中开启PBO之后 这个3990X依然是带来了一些优势 不管是渲染视频也好还是回放也好都要更快一些 虽然这个领先幅度不大就是了 Adobe家的软件一向都是以渣优化为名的了 其他软件厂商能够做得更好吗? 比如像另一个剪辑软件达芬奇以往都能利用好多核处理器 但是32核再往上走就连达芬奇都很难带来提升了 3990X在开了PBO之后也只是略微比3970X强了一点点 我觉得在达芬奇里加这一笔钱恐怕还是不太划算的 虽然在前面的3D渲染测试中 这么强劲的多核处理器可以带来指数级的性能增长 但如果是制作游戏的话 那恐怕和3D渲染还不太一样了 我们在虚幻4引擎中对一个场景的光照进行烘焙 3990X在不开PBO的情况下可以持平3970X 开了PBO之后可以再领先10秒左右 大概1分21秒就可以完成烘焙了 虚幻4引擎确实有多核优化 但是多了这么多个核心 也只能换来零星的性能提升 还是不太值得呀 包括像7Zip的压缩和解压测试 像3990X这样的超多核处理器 也没有办法利用完全 解压性能基本上和3970X是完全相同的水平 最后的最后 我们又跑了一下娱乐大师 很粉刺的是在这么多的专业软件中 都无法获得性能提升的3990X 反而在娱乐大师中倒是能够利用完全 64核火力全开 PBO下跑出了接近130万分的成绩 我这一颗处理器得分 就不知道顶了多少人的总分了 爆炸的规格 带来自然是温度和功耗的大考验 即便我们用顶级的一体水压制 在开启了PBO的情况下 3990X的满载依然可以飙到79度的高温 不过在默频下 由于频率只有2.9GHz 它的发热甚至不及3970X 用用热管风冷应该就能勉强压住了 而单烤功耗则是吓了我一跳 开了PBO之后的3990X 平台烤机功耗居然可以飙到870W 真的可以用魔鬼来形容了 不过这里可是极客弯 我们可不会因为这点功耗就退缩了 接下来我们越战越勇 试试看这颗怪物能不能再往上超点屏 经过一晚上的苦战 我们最终把频率超到了全核4.3G 电压1.36V 这使得R20成绩也进一步提高到33000多分 你看稍稍超点屏就提升出了9600K 你想想这个怪物有多恐怖吧 娱乐大师的CPU得分也提高到了134万分 总分跑出了190万分 冠绝群雄 独孤求败 What? 其实那天超频的全过程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记得我们还发现边超频边放基尼泰美 有助于提高超频的成功率 经理泰美强不强 经理泰美强不强 当时的录屏 B站上也有热心同学上传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不妨也可以去搜索一下看看 你说这么恐怖的处理器 我也不知道拿来做些什么好了 不如我们就来完成一些极限挑战吧 看看它的小身板能不能撑得住 Round 1 来 我们来完成一个教程 这个怎么走啊 这个很奇怪的七星种 变异物体 空间有趣了 什么空气 这怎么走 哎呀 我要被吞噬了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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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 死了呀 你怎么这么菜啊 哎呀 其实不是我菜 是这个主播菜 What? 这个是直播 并不是我刚刚在玩的游戏 其实是有弹幕的 哈哈哈 被骗了吧 这是直播 4K直播 那你干嘛拿双鸣来干什么 哎呀 那你看出来这是直播了吗 哎呀 你说你什么呢 对吧 这明明就是直播 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在B站上面进行4K60帧的直播 那我们其实在去年就已经播过一次4K的直播了 但是当时使用的是i9900K 那么性能还是有点差异的 我们当时只能保证大概50多帧 就是勉勉强强能够播下来 那这一次我们用上了3990X之后 这个4K直播的效果明显好很多了 非常的流畅 基本上这个弹幕里面都是不卡 小米10都不卡呢 对吧 你怎么可能觉得电脑都不卡 移义像素可还行 Are you ok? 那这个直播基本上你放大开 关掉弹幕之后 你都看不出来是在直播 感觉就像在本地玩一样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这个信息 视频统计信息 30兆马率 对 我们给到30兆马率了 3840×2160 60帧 30兆马率 这个直播看起来还是很流畅的 然后我们3990X的占用率 在这个游戏里面 基本上直播的情况下 可以跑到20%左右 感觉好像根本没吃到啊 等一下 你说3990X要吃到20%左右 这就意味着如果它换成普通的处理器 是的 你想想3990X有多少个盒 64盒的20%是多少 12盒 也就是说至少得有一颗3900X或者3950X 才能够做到比这个更高的直播效果 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毕竟64个盒 我们只用了大概12个多 16个盒 但是这确实也证明了3990X这颗处理器 如果你想拿它做直播的话 那完全没有问题 4K60帧 而且这其实还不是极限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用X264来进行编码的 如果说能用H.265来进行编码的话 那其实效率也许还能在更往上走一层 那我觉得 现在这个事就是说直播都吃不完我们这个CPU了 不再是性能不够用了 而是我们用不到了 是的 什么情况下能用到呢 比如说今年有这个东京奥运会 对吧 他们可能会搞这个更高马率的直播 更高画质的直播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定向的算法 进行HEVC的编码的这个优化的话 那么在3990X这个级别性能机器上 是完全可以带得动的 这才叫直播 Round 2 为了进一步榨干这台怪兽的性能 我们决定干一些更加丧心病狂的事情 我们插上了160G内存条 插上了第二张2080Ti 然后 打开了64个Minecraft Java版的客户端 这每个MC的客户端 我们都是以640x480的分辨率运行的 然后排布在这个8K分辨率的显示器上 简直就是排得密密麻麻满满当当 就好像你在做这个间谍一样 对吧? 就在监视每一个史蒂夫的这个行动 是吧? 而且由于是在8K分辨率的显示器上 显示这64个Minecraft客户端的内容 所以即便你放大放大再放大 放大到每一个窗口上 你看每一个史蒂夫都是看得清清楚楚 更重要的是 即便我们在3990X上同时运行了64个Minecraft客户端 每一个小客户端也还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比如你看我现在随便选了一个 都是可以正常玩的 每一个史蒂夫都可以正常执行你的命令 虽然说帧数并不是很高 基本上也就是十几二十帧的样子 但是能够玩64个MC的客户端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 不过同时运行这么多个MC 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你看这个时候咱们3990X的占有率 已经达到了50%以上的水平了 这个游戏还不一定支持超线程 我觉得能够超过一半的占用率 真的已经非常恐怖了 而且你看其他的硬件也是压力很大 内存吃掉了65个G 显卡两张2080Ti都有接近70%左右的负载 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整机的功耗也达到了650W 已经接近一些小型吹风机的水平了 你说了这么多 可是你这一台电脑上开这么多MC 有什么意义吗?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但是你想想 我在同一台电脑上 同时操作64个史蒂夫 同时挤同一个服务器 这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台电脑能做到这件事情 但你不行啊! Round 3 MV 你这屏幕上怎么这么多坑坑 反正你现在也是传说中的爱宽 没没没 你看这是一个1080p60帧的Gini泰美的视频 对吧?我们都懂的 然后我把这四个Gini泰美 合成成了一个4K60帧的视频 然后我们待会就会测试一下 3990X的软解能力 就用这个Gini泰美来进行测试 怎么样啊? 来我们开始吧!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关掉了DXVA的硬解 完全就是在用这颗CPU软解4K60帧 40兆马率的Gini泰美的视频 而且这个CPU你看 它现在占用率只有1%2%的样子 这个4K60帧对于它来说 那真的是毛毛雨 太轻松了 对吧? 那么我们干脆就把这个挑战稍微升级一下 我们来看看 放4个4K60帧的视频 也就是8K60帧的软解 它能不能做到 准备好了 来 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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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顺利的放起来了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4个4K 也就是8K60帧的软解 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流畅 CPU占用率只有4%5%的样子 8K视频只有5%的占用率 这个CPU我觉得它的算力好像远远不止8K这么简单 那我们再往上再去挑战更高的极限试试 嘿嘿 这个是两路8K信号 也就是两个8K60帧的视频同时软解 咱们来看看这个3990X还能不能吃得住 来 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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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的两路8K信号都已经开始播放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动作还是非常流畅 每一个小的1080P窗口都还是非常流畅 因为日韵球丝滑流畅 都是60帧 但是我们的占用率你看 只有9% 最高只有11%不到 哇 这个CPU真的是很恐怖 我觉得还有一些可以再往上提升的空间 那咱们再来多开几路4K信号 我们看看它到底能够开几路4K信号吧 我都已经快被吓到了 现在是9路4K信号 10路4K信号 11路4K信号 现在有没有在卡 还是很流畅 还是很流畅 每一个空间都非常的丝滑 有没有 11路4K信号 相当于是13K分辨率了吧 13K 60帧的软节 它依然吃住了 现在占用率也不过是27% 28%而已 现在 这个CPU太强了 来我们继续往上再加 我们来看看这个12路信号能不能吃得住 12路的话就相当于是3频8K 3频8K 这要是再能够吃得住的话 我觉得这个CPU真的牛逼了 软解能够打得过现在的绝大多数的硬解的方案了 再加一路好像开始卡起来了 好像开始卡起来了 我觉得现在应该已经没有60帧了 明显没有60帧了 估计就掉下30帧以下了 明显就会卡顿一下 我觉得咱们估计已经走到头了 那么这样一来 咱们这一颗3990X最终的软解成绩 就是13K 60帧的视频软解 也就是同时打开11路4K 60帧的信号 太恐怖了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 就相当于每一帧 每一帧有9100万像素 每一秒钟要处理55亿像素的数据 55亿每一秒就在这颗64核处理器上处理 太吓人了 行了 这颗CPU的软解能力我们是有目共睹了 那么最后的最后 我们还有一项极限挑战等着它来完成 还记得我们前两天的AI补帧和超分辨率视频 其实超分辨率软件是可以在CPU上运行的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我们用CPU来暴力强算本应属于显卡的工作 它能不能胜任呢?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基准测试 用这张2080Ti的显卡来运行超分辨率的应用 看看用最顶级的显卡跑超分辨率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使用的是1998年的一部iMac广告 这部广告也在我们之前的那期超分辨率的视频里面用到了 我们把它超分辨率到4倍 3 2 1 开始 我们的2080Ti花了3分11秒左右的时间 渲染完了这个4倍超分辨率的视频 这个效率应该说是非常快的吧 那我们看看这颗CPU 如果用它来暴力强算的话 需要多长时间 和这颗2080Ti能差多久 保险旗舰我已经把显卡驱动给删掉了 现在咱们的分辨率已经回到了非常原始的分辨率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用3990X来暴力解算这个AI超分辨率 它多少分钟才能完成 好的 3 2 1 开始计时 11分43秒68 这个是3990X用CPU强算AI超分辨率的结果 差不多是比2080Ti显卡算AI超分辨率 慢慢大概四倍不到的样子吧 看来是数月有专攻啊 你这个顶级CPU要跟顶级显卡去比 好像还是有点困难的 那么问题来了 它和普通显卡算AI能不能比得过呢? 我们也是找了一张我从外星人上拆下来的乞丐版GTX1650 虽然说是乞丐版 但GTX1650好歹也是一张入门级的游戏显卡 它还是具备一定的AI性能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样一张显卡算AI能不能比3990X强算来得更快啊 来 咱们3 2 1 开始 哎呀 这个GTX1650去算AI的超分辨率 甚至比3990X还慢了5分多钟啊 也就是说3990X虽然在强算显卡的活上面 它可能比不过像2080Ti这种顶级显卡 那也没办法 要不然2080Ti不用卖了 但是它还是要比这些入门级的 或者说普通的显卡要更强一点的 那么我们也算是证明了3990X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去完成本应属于显卡的工作 好了 经过今天的测试 我们也算是看到了这颗最强X86处理器的实力了 放在5年以前吧 这样的性能都是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话说回来 现在的处理器堆核的速度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系统跟进软件优化的速度了 我觉得至少在三年以内这64核都已经是实用的极限了 再往上去堆核心数量恐怕就真的很难再有软件能利用上了 至于这颗3990X的 我觉得对于有3D渲染需求的电影工作室特效工作室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它的国内价格也只有29999元 对于能用上它性能的专业人士来说这个价格也算是比较超值的了 但是在3D渲染之外的绝大多数的专业软件都不能很好利用上这64个核心 那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专业用途来说 3970X都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如果不是你的经费用不完的话 那还是建议你省下这笔钱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TR3990X这颗你能买到的最强处理器的评测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很想得到这个怪物呢? 虽然3990X我们是铁钉送不起的 但是便宜一点的处理器我们还是能拿个出手来抽奖用的 所以这条视频发布之后我们很快就会在B站发抽奖动态 抽取十几位小伙伴 赢取三枚Ryzen 5 3500X和一大堆的京东E卡 想要参与抽奖的同学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哦 不知道你的欧气够不够呢?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